今儿给大家换个口味聊个特别的 给大家看一眼这些年我一直关注了一个盘 这个盘可以说从过去十年我开始关注它就一直往上涨 是为数不多我建过的公寓 涨幅可以跟东区的别墅媲美的 它就是赌场对面的Sidney Wolf 两排Multiplex在码头上2000年的时候建的码头公寓 今儿聊一下最好的Wolf 8里边的楼王 这套室内小300平花了巨资打造的半死者Penhouse 首先先聊聊Lifestyle吧 这块盛斯的市中心又是自己的一小块市外桃源 然后楼下就是码头 这码头都有四家船位 是唯一悉尼市中心附近 你不住在这也可以拥有单独卖的一个码头 所以这里的码头的资源是非常稀缺的 再加上近期Piedmont整个这块大改造 到时候不管是地铁啊 还是Murvac马上要把这个老大林哈尔重建的这些高级公寓啊 整个这一片真的非常值得期待 可以说是市中心未来很独特的一片高级的生活区 而且这些无敌景房子呢 都是朝北或朝东的景色最好 所以全天在屋里住着都会非常舒适 不用为了一些景观而稀晒 这些码头上的房子有一个最大的优点 就是存高都是2米7 比起歌眷旁边Macar Street那些20年前建的老房子2米4来说 住起来的感觉还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话不多说咱们先看这房子吧 一进门第一感觉就是无敌景价非常宽阔的厅 并且两面都是落地窗看景 右手边这是一个一方一卫 往左手边走的话两个房间 其中前面这个是主卧朝北 然后后边这个也是全落地窗带自己卫生间的 剩下的呢就全部都是听了 听的话一面朝北一面朝东 阳台也够大18平 房子里就住在水上的感觉 那再聊聊最有话题性的室内吧 这个等于是楼花期间第一手的一个富豪 好像是住在西澳的 就把它设计了成全反思者的设计 在当时的装修里边可以说是天价了 我看到这么多东区的房子都没有见过这一户里的这种地板 是大理石和木头拼出来的花纹 然后可以看到洗手间啊 主卧里边的都是这个反思者的花纹 做得非常精致 整个房子里从地毯到地板到灯到所有东西 完全彻底的经典反思者的风格 那可能很多人去说了 哎呀其实这风格我并不喜欢 说实话反思者这个风格在这个房子里 是一个缺点的同时 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因为机人业主任性的把它装修完了 后面几次卖的时候 卖家其实都没有把装修的钱放进去 是LUIGI RE CITY这种经典现代风啊 或者是一些很前卫的在这个位置 它都能驾驭很特别 但是说实话 如果仔细进来看了它的做工啊 反思者的东西 我要是买家的话 真有点不舍全拆 可能卧室里地毯 对于我个人来说 有点太花哨了 我会换掉 但是地板配大理石这个花屋 我还真不太舍得拆 可能上面多不几个地毯 大部分人就能比较适应 感觉不会那么花哨了 Wolf 8是这整个几个码头系列里边 最好的一栋楼 当时我听他们中介聊 好像过去三年 这个楼里总共就成交过三四套 因为它是唯一一个超东 可以看整个CityBrain Group 晚上夜景 然后白天整个朝北 全看水的 从采光到景色到室内面积 真的是很少见的 能适应任何国际 现代生活节奏的豪宅标配 在房子里看的时候 我自己就小想象了一下 你这个要是四大赌场 弄个黑卡 每天去五折吃个饭 然后回来之后 想围着水边泡步 三三步 楼底下船 想出去钓鱼 喝杯酒 也分分钟说走就走 然后六个弯 66都到大零POP 大零SQUARE了 那用一套 Wolf 8二线街 600平新房的价格 买这么一个 顶级生活LIFESTOP 你愿意吗